资深演员李海生因患雷天包瘡 导致背脊潰难引发细菌感染 9月9日在医院病逝 享年83岁 海生叔效力TVB近40年 去年12月退休 他的遗伤向传媒透露 海生叔在三个月前幻想雷天包瘡 并迅速蔓延全身 皮肤恶化至潰难流血 他的家人虽然已经四出沉医 并找专科每日花数千元洗伤口 可惜情况未见好转 之后海生叔转介到政府医院继续医治 医生更用到孙啡针 缓和海生叔的痛楚 最终海生叔入院不够一个星期就离开了 见到海生叔这三个月痛不欲生 家人们虽然心痛 但也觉得他不用再受苦 对海生叔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海生叔自小热爱运动 经常集荣和打功夫 练得一身健石身形 1963年 他曾经参选香港先生获得冠军 可以说是香港先生的鼻祖 海生叔除了是当年的爆肌见美先生之外 他也是一位泳春高手 和迪龙是同门师兄弟 70年代 获迪龙引荐入少市做动作演员和舞子 结果开展了他的演艺之路 说起来真的很好笑 当年迪龙做导演 他说不如出来玩吧 我不是这个行的, 试一试 好吧, 就试一试 我都想不到, 初初想着玩玩玩玩 谁知道现在做了真的艺业 正业 海生叔因为好打得 所以他曾经在电影《少林三十六房》 和刘家辉上演对打场口 成为功夫片的一代经典 也是他最难忘的一部作品 之后他也参演过《肥龙过关》、 《A计划》、《龙的心》等多部经典电影 直到80年代, 海生叔加入TVB 由于他经常以光头造型示人 因而经常被安排演高增角色 或者是恶形恶上的反派角色 海生叔《硬桥硬马》 伸手敏捷的演出 令观众印象深刻 他曾经在《新地好戏王》中 获得《打手王》的美语 今晚我很感谢新地好戏王 赔这个奖给我, 很感谢 我在TVB三十多年 真的做了很多观众 我相信都认为我是个坏人 不过没法似,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我也希望大家的观众认识我 我是李海鑫, 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动作演员 好…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们应该派哪个好 让我来 又说一人一波 好厉害, 你等一下给他拖我 你一定是针对我 我不要 除了爱回家之外 海生叔在《韩摩的2.0》 好厉害 好厉害